另外还要告诉大家 夏天细水消暑可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休林乡沙婆当夕19号上午就发生了一起溺水意外 一名来自桃园的张姓男子一家八口 前往细水消暑 不料两个还在独国小的女儿却不慎掉进了深水区 张姓男子健壮后是立刻跳入水中来抢救 虽然成功的将爱女推上岸 不过这名张姓爸爸却自己最后是沉入了溪底 溺水不至 加油 加油 游过来了 快点 家属在西边声声呼唤 希望正在CPR的爸爸能听见 为了要救援两个女儿 爸爸奋不顾身跳进深潭里 不料两个女儿被推上岸后 爸爸自己却沉入溪底 他溺水的是 爸爸两个小孩子 因为他想去救两个小孩子 他那个两个小孩子就会游泳 可是爸爸不会游泳 爸爸去溺水 有两个家属下去去游泳 他扣回来就在开始加CPR 就一直持续尖叫不对劲的 甚至发出那种嘶吼 那那个你们下去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溺者已经沉到水底了 虽然现场有民众协助 救护人员也火速赶到 不过沉入溪底的43岁张姓男子 送一抢救后依然逃不过鬼门关 位于花莲秀林的沙坡当西 19号上午有一家八口 从桃园跑来吸盘细水 没想到两个还在读国小的女儿 不小心滑进深水潭中 人在岸上根本不会游泳的爸爸 奋不顾身跳进水里救人 才会发生这起意外事故 现场患者其实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然后我们到达评估就立即实施高级心脏救民宿 持续的给他CPR 然后尝试的给予气管内管 及给予强心针进行急救 我们这边已经很多人死了 每天都会带来的 西边工作的环保人员不讳言 沙坡当西的溪底河床高低不平 河水冲刷下暗流深潭经常变患 因此每年夏天溺水意外事故不断 尽管相关单位已经设置警告标语 但还是挡不住跑来消暑的细水民众 记者中华报导